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的粤语课 今天呢我会为大家继续就着粤语的语法部分呢 进行一定程度的讲解 那么刚刚上节课呢我们讲的是关于将的一个字句 那么现在呢我所为大家讲的是一个住啊 句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个住呢不是一个不是说住房子的住啊 而是一个另一种在语法上的啊 作为一种介词啊 作为一种一种一种副词的一种住 我们可以首先看呢 我们这个在粤语之中的住呢 它的这个用法呢非常非常多 我们主要呢其实能够通过以下的几点呢 进行个归纳 但是这个归纳呢并不完整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 是在使用的过程中的一种使用法 那我们简单来说 它可以首先呢它可以充当这个术语的动词 比如说 那么这个呢就是真的是一个住的形 啊就是真的是住在哪里的那个住的一个这种动词 它住在 弯在啊这个住 但是这个住呢不是我们今天最想讲的 因为这个住呢跟普通话语应用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不值得讲 值得讲是什么啊 值得讲是后面我们看啊 可充当术语动词的连接词啊 充当这个结果的补语 比如说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住那个球啊 也就是接着那个球啊 接住啊 那个球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桌 其实是抓对吧 我们只是用的更偏向于一个一个古文的方式啊 比如我们说捉迷藏啊 我们我们不说抓迷藏呢 是同样道理的 然后啊 所以所以这个足迷动文 就是抓着那道门啊 我们要明白啊 就很重要一点 就是普通话之中的这个住啊 这词呢 也可以充当补语 就比如我们现在刚才看的这个抓住门 抓住门 对吧 我们也好像能够使用这个住的 表示这个牢固或稳当的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呢 我们在粤语之中的这个住字呢 像我刚才解释的时候 大家可能听出来 我用的是者 对吧 接着 抓着 那么因此呢 其实这个粤语之中的住呢 那意义呢 是更轻的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牢固或那个稳当的一个必然性啊 它仅限于呢 是强调这个结果的本身 也就是它抓着了那个门 这是个结果的本身 而没有表示程度啊 它比如说 它抓住了那个门 那么这也是表示一个程度啊 表示这个力度 大家可以听出来 对吧 抓着和抓住啊 是很不一样的 而如果我们想要在粤语之中表达这个牢固 稳当啊 这类的意思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会使用另一个词 另一个字 也就是实 实 实在在实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 我们变成这个 住 我们变成实啊 会变成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接实呢 就真的是普通话之中的接住了 而粤语之中的接住呢 是接着的意思 非常轻的一种表达 然后再来这个 就是说你抓紧了那道门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 这个住啊 这个大家明白了 这是粤语中的住 和普通话之中的住 都可以充当补语 也就是说 一个动作的结果 就是补语嘛 但是问题是 这个补语呢 在程度上 普通话和粤语呢 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在 粤语之中的这个住呢 它更多表现的是这 这么一个轻的动作的一个结果 的一个肯定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要表达出 像普通话之中的住的那种 牢固稳定的那种力度呢 我们用的是 食 嗓 所以是 抓紧的那个球 抓紧的那个球 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住呢 也可以充当一种礼貌的一种住词 表示呢 术语动词 所表示的动作 仍然在进行中 停留于一种 持续而却静止的状态里面 相当于普通话的 者 者 比如说 什么是楼啊 大家呢 要记住啊 这词呢 是这个旁边 这个右边这个 其实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螺啊 也就是这个螺门的 这个螺啊 如果是在普通话的简体书写呢 是应该是一个木字 下面是一个一吸两气的吸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算是这个繁体字了 那么也是我能找到的这个字 那么其实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拿着 螺就是拿啊 拿着 他拿着 什么叫 拔摘呢 摘我们知道 遮 是散的意思 对吧 把伞 其实这是一把伞 对吧 我们省 我们粤语省粤一 所以呢 他拿着一把伞 那么这个 举呢 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个这的意思 他拿着一把伞 对吧 我一路跟着他 一路 我一路呢 跟着他 我一路呢 跟着他 这也是这 这个就是办公室呢 开着一扇门 或者是办公室的门 开着了 因为这个 门呢 那很明显的 这一道门的 那个道门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很明显指的就是 办公室那个门 那么办公室有多少门呢 那么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就是说 办公室那个门呢 打开着 一边做夜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呢 我们做事情 一边呢 我们听着音乐 那么这个 听着呢 就是听着 对吧 他差不多七点钟 就在那里等着你 他呢 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 就在那里 等着你 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 就在那里等着你 因此呢 我们现在明白啊 就是刚刚 我们所说的这个 住呢 它的主要用法 有两点 第一点呢 作为动词 也就是我住在哪里 就是住 存在 另一点呢 是作为啊 这个普通话之中的 这个这 去存在的 而如果我们真的 想要表达出 普通话的 接住 这样的表达呢 我们用的是 接时 在乐语之中 也就是 接色 另一方面呢 这个作为这呢 它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呢 都在这里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整个的 关于这个表达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把这个表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